到底要戴什麼呢? 有什麼東西是必戴的呢? 上網查很多資料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詳細的那個清單我可以之後再用文字檔 或者什麼檔案上是分享給大家 我個人會建議大家就是這種繁瑣的事情 可以有個Excel去管理每個 有點像是專案管理把每個細節管理好 然後時間軸拉出來才不會 在時間截止前忘記做什麼事情 會覺得很趕之類的 就是當你收那麼多東西 有時候你就忘記自己把這東西放進去了沒? 所以你是要把你的行李箱的清單都寫好 我的這個大行李箱放了什麼? 我那個小行李箱放了什麼? 都寫好其實以後你拿東西出來也會比較方便 我第一個有採購就是3C用品類的 我個人覺得 萬國扎頭 延長線不一定要戴 延長線可以不用 因為延長線其實不用戴 我戴都沒有用到 吹風機如果你有自己習慣的 你可以戴 但我自己是有戴啦 吹風機 因為其實Holestay啊還是什麼地方 他們不會提供你吹風機 你還是要自己變個出來 要嘛就是當地買 要嘛就是從家裡戴 都是一樣的結果 我那時候是家裡戴個舊的 我想說已經用了10年了 就是 如果他在這邊就是 結束他的壽命 我也覺得沒有遺憾 然後我可以少戴東西回去 豆腐頭 多戴一點 然後你可以買那種三口的豆腐頭 或者是功率比較好的豆腐頭 戴那個充電線多買一點 然後什麼Type-C啊 iOS的多買一點 真的 你就算自己用不到拿來送禮都好啊 耳機 如果你有需要耳機的話可以戴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要拍照 一定會拍照吧 都來這邊不拍照嗎 拍照 拍影片啊 你就需要記憶卡 我那時候曾經想過要不要買個 GoPro 但後來因為沒錢就沒買 就都用手機而已 所以可以戴記憶卡 然後隨身硬碟 就是保存你的資料 我之前就是交換學生的時候 都是用手機拍 當時 傻傻的 我想說手機看起來很漂亮 回台灣放到電腦 那些都不能卡 我就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那些地方我知道 我一輩子可能再也不會去 就算故地重遊 回憶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可惜 再來就是 當地 遇寒遺物 當地買就好 台灣不用戴 而且在當地的 試煉暖氣都開很強 大概都20度左右 基本上我穿這個都會有點熱 現在的這個環境 它暖氣沒有開很強 一般的商場 餐廳都開超級熱的 所以基本上一個寶藏袖就可以了 出去會很冷 所以反而是出去大衣要夠暖 可是這種大衣啊 雪靴啊 其實都當地買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文具 因為主要是我去學習兩個月嘛 所以我還是多少有帶一點點文具 帶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那時候有這邊的 有人託我買定書針 所以我覺得這種小東西 不要看它不起眼喔 其實真的 台灣的文具超好用 你可以帶這種小東西 立可帶啊什麼的 定書針啊什麼的 會比較順手 還有就是藥品的部分嘛 自己去準備 就是你可能平常慢性病 或者你需要感冒什麼的 先去診所拿藥 其實都履行門診 可以去拿藥這樣子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 因為我去拿藥的話 它可能會 它可能是分裝的嘛 那種分裝其實它保持期不長 就是它可能會 整個藥膏乾掉幹嘛之類的 所以我後來就拿 看那個廚房簽 然後認那個英文名字 再去拿 再去藥局去找那個藥 然後包裝比較完善 就可以讓我存放一年那麼久 這是個小方法 嗯 但是呢 以我這邊的經驗啊 你在這邊難免都會感冒啦 被他傳染 還是自己傷 嗯 就是糟糧了 當地 就是有個很神奇的說法 什麼當地的病 當地的藥來治 台灣不是很喜歡日本感冒藥嗎 我一罐要吃完了 沒有什麼起色 然後 所以我覺得 嗯 當地買藥就好 我之後可以跟大家 進行那個 藥局的tour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買哪一款藥比較好 還有就是折傘 我有戴 這邊真的有下雨過 可是我真的很少用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的人不習慣襯衫 你襯衫你也很奇怪啊 然後他們人又長得比較高 其實你那襯衫還蠻容易傷到別人眼睛的 再來就是 有時候你的外套本身有防水功能 你的帽子蓋起來就沒事了 好 再來就是指甲刀 這個真的很實用 我有買那種攜帶型指甲刀 就出外旅行的時候 當個鑰匙扣 扣的 非常方便 回頭我就是整理一下這些小東西 再把它秀給大家看 然後還有那種針線組 因為基本上不太用 它是以備不時之需 然後環保餐具 基本上不太用帶啦 但是我覺得一剛開始落地的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一些環保餐具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還有那個洗衣服的網子 洗衣網 那可以帶個幾個 那也蠻OK的 好 清潔你的頭髮的用品啊 化妝品啊 什麼都可以當地買 除非你是用慣了某個牌子的 比如說 眉粉啊 某個牌子的眼線筆啊 什麼的 除非你用慣 不然其實這邊都找得到 只會是歐美風而已 好 這邊也有日本的東西 只是比較貴啦 然後再來是自己習慣的衣服 我是覺得保暖衣服 就是Heat Take就夠用了 準備Uniculo的Heat Take Heat Take Legging 這樣冬天一組放在裡面 就保暖就夠用了 然後外面的話 因為這邊的人生活很簡單 就其實在台灣大家都還蠻精緻打扮的 我在這邊基本上就是Hoodie耶 就這個連帽衫 就這樣子 然後下面隨便一個什麼長褲 就這樣子 每天都過了這種生活 所以我才會那麼久不拍影片 因為我每天都想說 我今天穿好隨便 我今天沒化妝 我頭髮已經一年沒剪了 其實我後來發現我每天都這樣子 我現在放棄了是吧 所以你看到現在我就是長這個樣子 保溫瓶我覺得很適合帶一個好的保溫瓶 因為當地人 他們不會有像華人喝溫水的習慣 那如果你還是覺得說 冬天喝溫水比較舒服的話 建議自己自備個好用的保溫瓶 我是帶了兩個了 還有自拍棒 就是如果你那種 你出去玩會帶自拍棒的話 我自己有帶喔 我帶那個還可以立起來跟我一樣等高的 可是個人使用習慣部分 我 有些人會習慣自己解決嘛 自己拿DIY的自拍棒解決這一切 我會習慣去打散路人 來幫我拍照 所以我帶了其實也沒有用 我有點帶 有點後悔 因為真的很重 還有就是加濕器 我個人非常推薦購買加濕器 我是網路上買的 就是比較小 這麼小而已 其實它很不夠力 可是它好處就是 當你比如說你要出去 短期旅行 你帶了走 它是USB充電 USB加濕 真的這邊太乾了 我有段時間我天天 我就是一直流鼻血啊 因為太乾燥 還有就是 毒卡機 毒卡機我是沒有帶啦 因為就是真的 用不太到 但有些人如果 疑慮的話 是可以帶著的 主要就是這一些 嗯 那我還多帶了什麼呢 本來是想說 我工作上可能是 勞動工作 我可能會受傷 我要帶人工皮 我還帶了 就是 白花油 這種東西 就是帶著 安全感的東西 也不會用到 還有就是什麼 除白藥膏 其實我也用不到 然後還有帶什麼 軟便劑 其實我真的也沒用到 然後文具的部分 有個東西 跟你要不要讀書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那種腸尾夾 它很方便嘛 就是當生活用品 也蠻好用的 我個人是建議大家 可以帶那個大腸尾夾 跟小腸尾夾 有時候你 食物吃不完 可以把它保存下來 所以我剛剛講 Heatag的保暖液物 冬天保暖液物以外呢 這邊的夏天也非常熱 也非常曬 所以女生可以準備那種 防曬的連帽外套 輕薄的那一種 我可以之後分享那件外套 讓大家很羨慕那件外套 這樣子 就大帽圓 還有那種 小可愛 安全褲 背心 這些可以多準備 因為夏天真的很熱 再來就是 泳衣 這邊也是非常熱 會穿到泳衣 也可以準備 睡衣可以不用買 拖鞋可以不用戴 就除了你機上要用的那個以外 就不用戴 再來就是 手套 選可觸控螢幕的 或者是先蓋式手套 會比較方便一點 基本上 不會很推薦戴毛帽 因為你的毛帽 一戴上去 你的頭髮就亂了 然後這邊比較乾燥 或有靜電 你拔下來就變金毛獅王了 你的jacket 就是你的羽絨服外套 就有個連帽外套 基本上用那個就夠了 圍巾很重要 可以防止風從外套的那個 靈口 鑽進去 所以這個很重要 襪子的話 這邊會有很多賣襪子的地方 可是呢 單價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你有行李箱空間 你可以戴一點襪子過來 習慣用的也好 還有一個東西 是推薦給戴眼鏡的人 有那種小的螺絲刀 台灣買得到 就是 你戴著它 如果眼鏡鬆了 可以自己修 那個很方便 另外就是那種安全鎖鎖套 密碼鎖那一種 你可以多準備幾個 鑰匙有容易搞掉的風險 我覺得密碼鎖就好了 可以多準備兩三個 應該就夠了 好我這邊快速跟大家分享幾樣小東西 這個 手套 有些會做觸控的材質 有些是掀蓋的 那這個是直接挖洞 就直接打開就可以挖手機 還蠻方便的 那另外還有就是這種 收納的指甲剪 它只要這樣子打開 翻著 它就是指甲剪了 然後再把它合起來 開一身 它就是一個鑰匙扣 我會有鑰匙扣設計的 還有這一個 這是那種眼鏡的小螺絲刀 然後把它打開 旋轉開來 它就可以鎖那個眼鏡 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是這種 接頭 它是可以比如說 從Type-C變成IOS 就是讓線的使用上面 變得比較靈活 所以大家也可以準備這種接頭 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 這是密碼鎖 文具店都可以買得到 大家可以多準備幾個 還有這個 針線 針線包 這是以前 在 教官學生的時候拿的 但是已經放了非常久 都沒有用過 但是以防萬一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伸縮衣架 那這個是我平常 餐飲業工作 外場會穿的 黑色上衣 自己戴黑色的襯衫 也有些店會提供制服 但最好自己戴 摺起來可以這麼小 它可以繼續延伸 拉長就會變得這麼寬 然後呢 可以把它完全摺起來 完全摺起來 就這麼小 然後扁扁的 它其實這邊會有個 稍微一個刮鉤 所以如果你有細肩帶的 或者是 女生的內衣 其實都可以刮 別人很好做固定 不怕說 稍微動一下 這個衣服掉到地上什麼的 個人覺得很方便 網路上都有在賣 但是通常是 比如說數個 就是五個啊 十個一起賣 這樣會比較划算 可以 大家可以跟清門後期合購一波 真的非常方便 它的東西是這個 很可愛吧 這個是 USB的 加濕器 然後就是 插這邊它就有電 它就可以噴那個噴霧出來 很可愛 但是 嗯 效果有限 就是可愛 好攜帶 到現在天也都黑了 所以我決定 暫時先打住 其他分享的部分 下集待續 我先把這些精華呢 慢慢的整理起來 分享給大家 請大家敬請期待